十四 尤西哥 其實我覺得妳每次都是 給師傅出很難的功課耶 對啊 我一進門看到玄冠的地屏 我會嚇到 哇塞 這好難做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的拚花 真的又再更上一層樓 是啊 因為我拔了水 其實是一個古典的古典花 我也想說讓人家踩進來 就是花的感覺 就是發了 對 其實妳的新古典當中 還會把一些比較傳統 吉祥的意味放裡面 其實我碰到蠻多的觀眾朋友 都跟我反映一下 他們蠻喜歡這個點的 對啊 畢竟我本來是台灣人嘛 這種基本的 common sense 他們還是需要會care 所以我希望說除了房子妹妹以外 他們住起來也會很歡喜心 我覺得最重要 就是心裡的力量很重要 沒錯 好 其實這玄關 妳剛剛介紹的格局的時候 就有說過它就是麻雀雖小 但是該有的都沒少 對啊 首先我們進來 左手邊這邊其實原來 它有一個電錶箱 所以我利用一個穿衣鏡 把電錶箱蓋住 順便給電錶有個夾 右手邊這邊 其實它上面有個speaker 所以我也不能完全 把它蓋掉 所以我索性做了一個半高櫃 上面可以放個雕塑品 進來一個主題 對面有個很大的一個儲藏室 那不是只是協會的空間而已嗎 為什麼是喔 妳還可以走過去喔 我看 走進去喔 好大的一個儲藏空間耶 是啊 不知道出櫃櫃以外 然後拉長了以後 就變成一個電視儲藏也出來了 OK 所以你扮毛胚的部分 在格局上 你就可以照你的意思 去重新規劃 對 其實動得很少 可是就是很魔鬼 要動到重點 沒錯 要動在刀口上 是的 OK 來 我們看客廳空間好了 其實從剛尋規我們就聊過 因為是半毛胚屋 所以很多的格局啊 很多的方向都是你訂的位置 對 像電視主牆這位置 我覺得訂的就滿好的 這個房型喔 其實它 左邊又是一個大落地窗 那右手邊呢 這邊什麼空的 因為原來什麼都沒有嘛 那時候屋主就很懵惑說 我的安定面到底在哪裡 你的牆面該放哪邊 對啊 所限我這次是把安定面 沙發的背牆安定面 是靠近落地窗的地方 電視主牆 當然就落在我的右手邊這邊 你看我這次的這個 電視主牆的這個材質呢 很特別 對 它是佛朗民歌的食材 然後我把它做成復古面 對 把它這個新古典的感覺 把它拉沉稳一點 一般都是這樣成Brain的 然後像鏡子一樣 對不對 那這次我採取是用這樣子 比較在新古典中 帶一點沉稳的感覺 用這個復古面來做呈現 但新古典的元素還是在 比方說左右對稱 包含我喜歡它在鑄頭的部分 還是看得到妳的工法 那這次我鑄頭的部分 其實還是做兩兩相對稱的 那上面的部分 我給它上了手工上銀漆 那這銀漆的感覺 是感覺有點年代 復古的感覺 是 不是這樣故意漆得 很Bling Bling的 可是看起來就是很有質感 因為我知道這一次 他們親戚是有四戶同質料裝潢 對啊 那妳又說格局的配置都差不多 是 但絕對沒有人會像妳一樣 把這個沙發的定位 是放在這個位置的 對啊 因為原來這邊是整個 是整個落地窗 然後這邊是可以出去 一邊是關緊用的 陽台 關緊 那整片就很無趣啊 那所以我在這個沙發的正中央 這邊給它一個裝飾的面板 面板上面就搭配上一些 特殊的壁貼 再來一個水晶燈 但從旋彎進來 就有個鑄竹的焦點 沒錯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邊 我這次也是用 我的比較一貫的手法 用大的斜框 然後斜框上面 上手工上的黑雲石漆 再來中間呢 我們給了一個也是很時尚的 零形鏡 零形切割鏡 左右這個壁貼而已 它不是一般般而已喔 這是挑戰壁紙混貼的感覺 妳連壁紙都要這樣子玩就對了 把它換到零碧鏡子 其實你看我左右其實你看一下 樹跟樹是一對的 對 那橫的部分呢 又是只有左右又是一對 單品看 一個one piece看 其實很精緻 那個魔鬼的水晶燈搭上去以後 效果會更棒 會更好喔 沒有水晶燈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這樣呢 加上這個去 哇 怎麼這麼好 就是感覺 妳那是不是講男屋主的心聲 對 他是會來看到這樣子 就覺得怎麼這樣 這樣泡泡而已 泡泡而已 對啊 我說不要不要 這隻沙不乾淨 OK 所以燈放上去之後 男屋主就讚讚讚了 沒錯 那另外一邊這邊呢 其實我也是一樣做 櫃子兩兩相對稱的 因為它這個牆面其實夠長 當初我跟屋主說 其實不要收納夠就好 那不要一路全部都是櫃子坐滿 坐滿喔 對 那留一點空間呢 其實貼不貼壁紙 刮不刮畫都有不同的表情